5月27号晚 贵州村超迎来首位国际球星 世界足球先生 巴西足坛民宿卡卡 当晚 荣江县的竹梦青少年女足两支队伍 正式拉开了比赛序幕 赛中卡卡在场边指挥呐喊 中场休息期间 卡卡来到竹梦青少年女足中 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我认为是我本人冲队 并且继续我们的冲队 被精明划关系 我认为平地道 福里哥 比赛这是好一点 比赛地团 stuck 比赛地团 比赛地团 所以筹底真是一个的 我们的文化 这是同时的一种 看到这些女孩在游戏中 在游戏中 在游戏中 我觉得是很奇妙的 当晚的重头戏 竹梦冠军公益赛 将现场观众的激情推至巅峰 卡卡换上球衣 与队员们挨个握手后 行至球场进行比赛 除卡卡外 前国角高林冯霄婷 奥运冠冠军吕小军 林月等嘉宾 与荣江当地的村超球员组成两队 参加公益赛 参加公益赛 现场 现场来自各地的球迷们 高声呼喊加油 大家拿着手机 时刻记录下卡卡在球场的瞬间 比赛进行至36分钟 卡卡单刀射门 在贵州村超球场 上演标志性庆祝动作 让球迷重温圣西罗王子 当年的风采 卡卡 卡卡来了 卡卡 卡卡做出了标志性的 迁路线的动作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秦昭 这是一个非常好惊讶 来到这种温柔的欢迎 所有人都在担心 所以我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认识这些地方在中国认识不同的城市 在这些人一起享受这些时间 所以我只是想感谢大家 从这些人来说 从Tingjiao 这是一个很美的经验 我希望见到你很快 竹梦冠军公益活动 旨在通过足球 帮助农村等地区的孩子们 实现他们的梦想 荣江作为此次活动的主要地点 孙超球场成为见证孩子们 追逐梦想的舞台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卡卡坦言 时隔一年 再次见到这群竹梦的孩子 发现他们更多的是进步 他更希望自己在场上的拼劲 能够激励到孩子们 我看了技术 他们修改了技术 昨年我看了这些竹梦冠 一年之后 他们比较更好 似乎他们比较多 做得更好 所以这个技术 也当然要识许 我看了他们 追随路牌 和加油 比较给 冠冠军 这个是很特别的 这两个角度 才能继续输出 Akonomi 这些竹梦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